李元昊一生总共入侵宋朝边境36次 其中西夏动员兵力超过10万的就有4次 李元昊攻略甘州回虎和沙州回虎时 即使攻城掠地 开疆拓土 对宋的战士虽然仍有三川口 豪水川 定川寨三朝胜仗 却神奇的没有固固住任何新占领地 照很多大众媒体和文学小说的讲述 仁宋朝的宋夏战争基本只聚焦在这三场战役上 仿佛西夏全城押着宋朝打 动不动杀宋军几十万人 到头来却是赢着赢着就撑城了 三次战败如果都死了几十万人的话 那宋军损失总数不得超过百万 一个封建王朝这么折腾都没国防崩溃 八成得掌握了人口复制的积蓄 然上期视频我们已经讲到 三川口之战 宋军的总兵力不够万余人 和几十万相去甚远 那么同样的 为何李元昊全城押着宋朝打 却始终没有入主中原 这一期我们将聚焦在 仁宗朝宋夏间战事最密集的时期 为你讲述这段历史 主角阿好 我是白切玉 欢迎收看千秋一面 康定元年年初 经过三川口之战 宋军算是勉强守住了严州城 李元昊虽然撤军 却依靠尾典打赢了战术 打扮宋军名将刘平 消息传来 朝野震惊 看过上级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刘平一路升迁的履历非常漂亮 也却有实打实的战绩在前 胜得满朝大臣看重 此前满朝大臣轻视西夏 视之位小丑 一半云英来自过去李德明时代的称臣纳宫 又一半底气来自刘平的威名 现在兵败 不但为朝野上下泼了一盘人水 也难免引起新的人事调动 当时吕一剑与陈瑶佐的囊鱼 已经霸相多年 担任宰相的是三朝老臣张世勋 老张上次霸相是因为没能力应对灾情 不像这次赴相没多久 又碰上了三川口之败 看病每次扫黄都有你 但三川口之战的主要责任 还是在淑秘院和刘平泛庸的身上 任宗这次也给张世勋留了面子 让他以年老治世之名离开朝廷 保存了晚节 而原来的中书班底也得到调整 淑秘院中的四个长官全部罢名外放 知淑秘院士下手晕 在此前曾上说过颇有见地的平边方略 再加上他是五人出身 并也顺手派起了西北做最高长官 同时派去的 还有任宗的代言人 刚刚三十出头的韩启 韩启又马上举荐了身负天下人望的范仲淹 唯旺资历足以正常的吕一俭 再次临危寿命得到负响 燕树和五人王毅勇同找淑秘院 顺带一提 王毅勇此人 是宋代少数能手握权柄不用避嫌的驸马 实在他虽然拥有才干 却性情低调 远离朝堂纷争 也是个情商智商爽高的角色 对于重用范仲淹镇守西北 仁宗还是要照顾下吕一俭的情绪 询问了他的意思 不想老吕的回答非常有格局 朝廷若是要重用范仲淹这样贤能的人 怎么可以不给他升官呢 于是范仲淹得出龙途阁几城市 陕西金瑞安福市 咱范公辛苦半辈子 终于在武士出头穿上了紫衣 可喜可贺 当然这并不是说范吕二人从此和好 吕一俭的盘算还在后面等着 夏守云 韩琪 范仲淹三人来到边境后 即可开展工作 但实际情况的复杂 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意识 夏守云虽是五人出身 却并不具备在一线挫折问题的方略 引起了麾下士族的轻视 没多久急遭撤缓 他的儿子夏隋倒是犹犹有谋 此前还识破过李元昊的反奸计 如今再上前线 但让陕西原边朝讨复始 给老爹洗地去也 可又没几个月 夏隋不幸患病 阴年早逝 范仲当时已经被降职贬官 留在西北一带的最高长官 成了夏耸 当时夏耸与永兴军禄开辅 韩琪主持靖元禄 范仲淹正守敷元禄 后世虽以夏耸的人品卑劣 对其多有比拨 但不得不说 在西北任上时 他所展现的才华方略 看为驻国难成 此前范仰守边 主持防备多有懈怠 唯独夏耸主张坚守之策 并提出成编士实策 成为韩琪和范仲淹 日后安编了重要参照 韩琪和范仲淹 先以刘平静忠战死之势 为政治宣传 让原本恐慌的边境百姓 恢复了镇定 并提高了凝聚力 军心得以负责 有着人心 接着就是招聘人才了 宋仁宗的时代 皇帝会用人 大臣抽卡 也是欧琪爆棚 狄青 崇世衡 张抗 王姓 周美 杨文广 郭奎 乃至还有哲学家张在 这群被韩犯选拔举荐的人才 后来要么留名千古 要么做到五人巅峰 三崖管军 不管有没有名气 各顶各的狠人 其中大家最熟悉的 自然是狄青了 狄青当初 也在家乡犯罪 而流落开封 较如龚盛军为族 凭借个人出色的吴勇 被选入御权班职 成为散职 在御前打拼十余年 终于被空架到西北 与保安军一战建功 得出殿职 如今狄青又为精略判官 引诸看众 引荐于喊范 众人一见其之 待狄青胜后 范仲淹跟亲自教授他 春秋作战 对他说 狄不知古今 匹夫永儿 狄青从此开始认真读书 并且逐步精通了 秦汉以来的兵法 终于成为一代名将 范仲淹还以此专门上书 认为西北一带 都有不少公马精强 熟悉边士的人 只是这些人 达到不学兵书 不懂兵法 所以很难提拔重用 所以希望朝廷 从军中选拔一些 勇武且识字的军员 以三五人为规模组织起来 参与到精联不属丝的 军略秘义中 通过交流进行培养 所谓大佬 不但自己抽卡池 他还要造个卡池出来 回家都定的抽 于是二三年间 大量军事人才 得到提拔和培养 但是在这过程中 仍然遗漏了一些人 张元和吴浩 原来是一度考中近视的试人 然而却在电视中 发挥失常 遭到触弱 二人想要再半戒 喊起范中烟 却又阴差阳错的 没有被看中 二人一怒之下 干脆叛离宋朝 同靠西夏而去 后来成为了 宋朝的心腹大欢 时间回到康定元年 李元浩虽然从延州撤军 但并没有放弃 攻略延州的意图 宋下两军人 在金明寨和三门寨等地 发生着激烈的交战 范中烟将原本分散的军力 集中起来 分成六部 九三千人 顺派军官统一训练 在出兵侵袭 不久后 就收复了 金明寨和三门寨 如此挫之有道 严密布防 终于让李元浩 打消了进攻 延州的意图 其后北宋边境诸禄 都取乏于范中烟 让下军深自感叹 范中烟的军略 经小范老子 服从自有数万兵甲 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除了重新分配 和训练军队外 韩芬二人 跟亲自主持 边地保寨防御攻势的修建 蒸发民兵 组织地方百姓开垦边地 恢复农业生产 由此加强前行的后勤保障 然而在稳定了边防之后 夏索 韩芪 范中烟三人 却产生了意见分歧 当时宋朝为了防范西夏 加强了布置在边防上的兵力 直至庆历年间 宋下一代边防驻军 在原本二十余万进军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十余万民兵 那几年 北宋连年大灾 朝廷为了赈灾 已经花钱花道 仁宗自掏内藏库数百万的地步 仁宗朝的灾患次数 虽比不上明末的级别 但也已经是中国历史上 仅次于明末级别的大灾情况了 这连年大灾加边境大战 于是就造成了仁宗朝的财政危机 韩芹尹朱等人认为 夏军竟然敢于集中兵力攻我一点 与其让宋军分散兵力 在漫长边境线上被动挨打 倒不如在严密布防的前提下 集中兵力攻西下一点 抢挥战略主动 这样速战速决 便可早点结束战事 减轻财政压力 但是范仲淹和夏聪却认为 西夏腹地外围的很多战略要地 都是沙漠汉海 除非韩师傅古军深入 直接切西夏的腹地 不然这些地方打下来也守不住 不是这样打的 但宋朝这拉垮的马阵 最忌讳搞大军劳实远真 当年宋太宗 押着李继千打 不还是坑在了后勤上 还不如全面推行保寨战法 一路修碉堡蚀石过去 这套打法虽然花钱厉害 却能利用北宋的国力优势 弥补后勤疲软 确保打下来的地盘都能巩固住 再配合招服政策 将送下边境的藩人 尽数纳维己用 这样边人 既能要保战容身 保护人身安全 又能在适当时机出兵 蚕食边地 久而久之 又能在未来让拖边产生经济效应 而能占据横山边地 完成战略反攻 简而言之 一个防御反击 一个谋定后洞 韩奇担心未来不可控的自然灾患 范仲淹则考虑到 常有的战略发展 两边都有道理 但二人正自争论间 李元浩CD一国 再次来袭 这次 他有了张元和吴浩 两位带路党出谋划策 袁日天 更加信心十足 他把战略方向 投向了韩奇主管的靖元路 进攻三川寨 不想驻守三川寨的将领 刘继宗和士兵 都是刚刚上任 便仓促应战 损失惨重 阵亡5000人 多亏都监王规 在狮子堡奋养杀敌 又得魏州前侠郭志高 兵驱三川寨 才将李元浩指制 韩奇遭奋挫折 并不灰心 他在布置兵力 防备李元浩的同时 又兵刑险招 调遣老将仁服 率五英等将 凡7000军队 以寻边为掩护 夜袭西夏邦的前沿据点 白报城 只以伤亡一人的代价 攻克惨战 并大破归附 西夏的41个凡人部落 如获牛马 驼驼 西千有余 仁夫平次军功 直接龙升三崖广军 李元浩进退失聚 无奈撤退 捷报传来 仁宗信心倍增 连番下诏 询问攻守之策 韩奇并和尹朱一同赴金 线上与范中烟 分别提出的攻守而策 一共仁宗选择 仁宗是个儒雅的人 他选择进攻 并在之后又连番催出 韩奇和夏耸 早日开战 范中烟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最大的主战派 是远在开封的人宗 那前线这边 也没啥好扯的了 劳烦直接上奏 人宗本真 表示看法 范中烟认为 若是在当季度出兵 士兵们将会面临 雨雪大寒的考验 物资粮草难以运输 西夏军有起兵优势 机动力强 随时能切断宋军后勤 并予以围追堵截 除此之外 范中烟认为 正对当时的西夏延边不足 更该采取 怀柔的应对方针 只有等到适合出兵的季节 才能确保无语 经过老范的苦口婆心 仁宗算是被点醒了 主要开始支持范中烟的手册 自此以后 范中烟的这套 继承自李基隆 曹伟夏松等人 战略基础的方针 成为了日后 神哲徽三朝 拓编的核心 指导思想 虽然伴当中 神宗浪了那么几下 发生了些反复 但在哲宗继位后 严格遵守方略 成功大破西夏 占据了恒山地区 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回到仁宗朝 偏偏仁宗的回信还没寄出 李元浩的CD 又又养好了 上次被韩琪认服 在白豹寨 绽放了菊花 这次也是上头 也要硬壳到底 当然不管是李元浩 还是韩琪 都和皮卡丘一样 富有演技 等级越高 越矮怂 物济重施 再次寄信 给范仲淹 请求议和 韩琪那边听到消息后 差点笑出声 这可能是 影帝间的 欣欣相惜 无约而请和者 谋意 马上安排属下 积极被访 反倒是范仲淹的边 看完信后 竟然真诚地 写了封回信 给李元浩 深入探讨了 议和细节 对小韩来说 这颇有种 我觉得什么玩意儿 但我家大佬 竟然特别重视的 闷逼感 当然范仲淹这边的回信 也有他的考量 甚至还让他 和李玉剑之间 发现了新的故事 这等我们之后再说 李元浩看到 骗不过韩琪 还不罢休 接着眼 那套路 还和仁府之前 满山下的一样 假装阅兵与边境 韩琪 马上就很不给面子地 判断出 李元浩一定是 计划入扣 先行一步 前往战容军 准备御帝 这一下 算是彻底 让李颖帝破防 老子也不演了 直接出兵 他认为 西夏军精锐 总共四五万左右 但在三川口之败后 了解了李元浩 能动员十万以上的兵力 于是愈发重视 他进出可以调动的 所有军队 有另外招募赶勇 一万八千人 总兵力 可能接近三万人 但韩琪仍然觉得 这点兵力 难以正面对抗 李元浩的主力 于是他再三叮嘱 统拼大将仁府 让他沿着怀远城 得胜寨 阳墓龙城 移动 这三个城寨 都在宋朝境内 相距不过四十里 粮草充足 当时李元浩被告知 出现在魏州一席的 龙甘城附近 韩琪便让仁府 随时注意李元浩动向 如果找不到机会 千万不要冒险出击 就依靠三寨附近 拒险设服 等到西夏军撤退了 再行突袭 说到底 就是让仁府 占据主场优势 配合魏州防御 以弥补兵力上的差距 并不盲目追求奸敌 临行时 韩琪又最后嘱咐仁府 切记贪功 要防范李元浩 向三川口时 引诱刘平陆局那般 故技重施 此战开战之前 除了李元浩的具体兵力 和穿什么颜色内裤才不到 韩琪可谓料中了 西夏军的大部分动向 可惜他千算万算 还是漏算了一点 任服的欲望 任服当时直接支配的军队 不过两万多人 但这已经是 整个金元路的精锐季节 而且如桑毅 刘素 蒙龟 朱冠 武英 赵金等 大量送军骨干军官 都在其麾下 任服不免也升起了 轻视李元浩之心 任服一路 自镇龙军出发 连怀远城都没走到 就在张家宝以南 发现了西夏小谷军队 一通激战 斩首数百级 获得小胜 两万队几百 优势在我 任服也不管韩琪的主妇 军队连补充都不做 就兵分两路 任服和桑毅 引主力追击下军 直驱隆干城 又派武英 两地相聚只无礼 相约一日会兵 贪功的任服 并未意识到 当时宋军兵粮不济 又经过三日急行军 早已人困马法 果然任服这路 追之隆干城附近 又循着好水川 前进至杨木龙城 无礼处 才发现进入了 李元浩的伏击圈 李元浩的十万大军 早已列阵多时 适时发起总攻 任服自制重计 联盟列阵 桑毅为了给军队争取时间 奋勇突击 西夏军前锋 但西夏军这边 也是精锐进出 大将野力望荣 野力欲其二人 皆在军中 军事如火 快如疾风 宋军尚未列成阵型 已遭到西夏军的 猛烈冲击 双方从清晨 站至中午 因为地形原因 十万夏军难以展开 加之宋军一致决绝 两边打得不相伯仲 李元浩再则分兵 从山背 捞至六盘山上 举高而下 北极总阵 宋军终于崩溃 桑毅 刘肃进阶战死 小孝刘静 劝说任福逃走 任福心感愧疚 早已绝了身念 叹道 吾为大将 兵败 以死 报国而 然后挥舞铁茧 杀向敌军 期间身中十余师 终被长矛刺穿脸颊 再到断头而死 其子任怀亮 一同战死 柳盘山旁 人间地狱 主观五鹰一炉 则刚刚与赵军所部的 两千后军 卫视于姚家川 物资等待于 任赴主力回尸 并不知道 五里外发生了什么 但马上 他们便成为了 西夏军的下一个目标 遭到重重包围 这只宋军 虽然身陷险境 但也爆发出了 可怕的凝聚力 统军五鹰 在激战中 身受重伤 他身边的文力耿赋 是个颇有才干的人 五鹰和朱冠 都觉得他并非担任五职 没必要陪着一起送死 但是耿赋 拒绝了他们 他拿起武器 迎面冲向 漫山遍野的敌军 终于身被树枪而死 王规索步四千五百人 当时自杨木龙城出发 来到战场西部 见到五鹰索步 为西夏大军 重重围困 身陷绝境 其实按照当时的情况 十万下军 也将人数烈士的宋军 逐个击破 早已分出胜负 王规抛击袍则撤退 也可说是保存实力 无可厚非 昔日李继龙 与君子馆放弃救援刘廷让 虽然二将从此决裂 但李继龙保存有用之身 后来数度击败叶里修哥 忠诚以代名将 但王规毕竟不是李继龙 有的人或许选择 忍辱负重 有的人 却只想守护眼前的一切 他放不下 绝境中的袍子 他先处死了几个违抗军令 驻足不前的军官 然后率领军队 冲击西夏军的包吾轩 能救出一个 是一个 王规表现出的吴勇 与昔日三川口之战的 郭尊相仿 挥舞铁边 斩杀数百人 这杀到铁边湾区 手掌开裂 三幻坐骑 由奋身跃马 最后补充不上战马 于部战之中 仍首格数十人 直至一支飞剑 射中他的诱惑 麾下士族 将他救出战阵 还君娘母龙城 晚间 王规 伤重而死 豪水川一战 任服父子 桑义 刘肃 武英 王规 赵金 耿赋等将领 悉数战死 宋经战死者 六千余人 与西夏军 死伤相当 最后只有朱冠一只兵马 受到名将王仲宝的接应 才勉强撤退 得以身还 王仲宝在三川口时 领兵骑袭 西夏后方 逼退李元浩 卢军又在好水川 救出了朱冠这一路兵马 也可谓宋军专职救生员 翻译此战的战损比 宋军与绝对落实兵力 任何西夏军 杀了个死伤相当 若不是任服 贪功冒进 未必会输 担论兵力损失 宋方记载六千人 西夏方记载 一万零三百人 若是死万三百人 那么死伤相当的西夏军 也差不多死这些人 十倍优势围攻 还死这么多人 不免离谱 那么我们折衷一下 算宋军阵亡八千人 不算少 也不算太多 此前三川寨之败 也伤亡了五千人 那原和 好水川之战 与三川口之战 被誉为最具代表性的 两场战役 却不包括三川寨之战 第一是因为 这两战 李元浩都东元了 十万以上的兵力 战略目的 在于进取关中 规模颇大 第二 这两战 再加上之后的 定揣战之战 宋军出动了 不少精锐军官 三场战败 大量和训军官战争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 千军一德 一将难求 这些人的伤亡 让北宋西军军官层 一度出现了断层 虽然后来在 人宗的支持下 韩西范中央的人才 培养政策 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这批将帅的遗孤 得到朝廷后代和培养 成为了与西夏 结下血仇的 西军骨干 但若要讲他们的故事 还是要等到 神宗朝时期了 但不管怎么说 好水川之败 让西夏军信心大振 张元与吴浩 跟在四墙上提字 夏耸何村耸 寒其未租其 满川龙虎脸 有字说兵机 当然 装逼归装逼 战局情况 还是要顾忌的 李元浩是个谨慎的人 他知道虽然重创宋军 但金元路的宋军 仍有战力 王仲宝 朱关 乃至王规的锁部军队 仍然成劍职地退出战场 而秦奋路与敷延路的军队 也随时可能来增援 无奈之下 李元浩再次放弃攻略魏州 选择了撤退 当时 营珠正代替韩其 前往敷延路 劝说范仲淹 共同出击西夏 遭到范仲淹的回决 营珠停留二十日而回 至庆州时 防止豪水川之般的信息 此时可能埋下了 日后水落成世间的隐患 战后 韩其自阵容军而还 在归途中 遇到数千个 为亡顾家人 好气召唤的百姓 皆是豪水川一战中 战死将士的亲属 他们寻觅着家人的魂魄 绝望地哭诉道 昨日 你跟随昭桃使出征讨贼 如今 昭桃使回来了 你却走了 你的魂魄 可否也跟随昭桃使一同回来啊 听得此言 韩其再难自已 竹马颜面而起 他自有习圣人之书 又天资聪颖 少年得知 不管是做地方官 还是做阎官使 这以匡扶天下为己任 他参与的朝堂大事数不胜数 救助国的百姓 更于百万 但如今 他面对这数千家属 他实在无法面对 败了 即使败了 这么污点 只是在他光鲜亮丽的履历上 留下了一笔 却是让这些边地百姓 家破人亡 一将功臣 万古哭 如今功未成 劝已然枉死 诸多将士 若是韩其能够随军出征 盯着任府 会否改变结局呢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反而愚蠢的行为 却总会重蹈覆辙 同样的故事 将会在定川寨之战 再次上演 任宗德文豪水川战报 身自同心 虽然经过前线核实信息 他明白主要责任 在有任服贪功 而不在韩其身上 但仍然按照规则 暂时降级 处分了韩其 范仲淹受到连带责任 也遭到降级 而主帅夏耸 则被免去职务 退出了西北前线 然之过了几个月 宋廷正式分陕西为 秦凤 靖元 桓庆 和夫延四路 以韩其之秦州 王延之魏州 范仲淹之庆州 庞吉之延州 分领四路军事 宋廷对延边四路 投入更多的资源 韩藩二人 依旧承担边防大人 李元豪在陕西 连胜两场 但战略规划 却始终没有进展 他也不气馁 马上把目光 投向了另一个方向 河东 河东一带的分领府三州 与党项领地靠近 自古以来 没少发生纠纷 如今西夏兵为大政 也是到了新仇旧院 一起算的时候了 正巧当时 主管领府二州军事的主将 康德瑜 是个不下于 真宗朝王超的废物典心 河东藩族首领 蜜罗不服于他 举足投降李元豪 当起了带路党 使得河东局势极为被动 李元豪的这次出兵 可能也超过了十万兵力 在蜜罗的指引下 原本河东的复杂地形 再难阻挡下军 临府封三州 陆续遭到围攻 大量住在城外的藩人和汉人 请求陆城避难 康德瑜这个畜神 进了下令紧闭城门 致使大量百姓 遭到下军杀戮 临州率先遭到西下军围困 好在时任 河东军转业时的文彦博 方才疏通道路 输送了大量粮食至临州 城中又由统军王凯 拼死抵抗 才稳稳地挡住了下军攻势 王凯乃是送出平属大将 王全兵的曾孙 当年其曾祖父 随立得大功 却因劫虑属中百姓 而闹得晚节不保 如今王凯 为了保护临州百姓 而奋战杀敌 他的所部军队 也向来以军纪严明著称 可谓重拾家门荣光 李元浩原本得到谍报 认为城中缺少水源 故围困灵州 长达31日 不料灵州之州苗继轩 把水泥涂在城墙上 假装防备火箍 李元浩看到对方 那么不珍惜水资源 以为间谍提供了假情报 于是杀死间谍 明军撤围 当时正有一个名叫 宋永城的宦官 来到河东船址输送物资 不料走到灵州城下 便遇到了下军 康德宇瞧不上老百姓 但怕群贵 于是派了一个叫张杰的武将 带着50名骑兵 护送宋永城而去 事实证明 一般叫张杰这个读音 且需要查字典 才能读出名字的人 都会是西夏的月末 当然不久后 康德宇也觉得 只派50人 规模的太明显 并又让王凯 带着6000人前往增援 他们现在青梅浪 遭遇大股敌军 将张杰与王凯 两部军队冲散 张杰二话不说 与敌接战 可那是打法太拼命 直接被飞剑射穿了一架 张杰却不以为然 拔出接着冲杀 王凯也是经验老道的战将 顺势引军 与张杰两面夹击 击溃敌军 二人军队继续前行 不想再兔毛川 又为三万敌军包围 6050打三万 看来又是下军 引诱伏击的老打法 可是以一对十 送军上前赶战 以一对五 张杰和王凯想了想 对敌军发起了进攻 敌军攻势太过密集 王凯扑了张杰的后肠 脸上也中了一剑 但他站在兴起 仿如没有痛绝般 继续拼杀 宋永辰也跟身陷重围 主将受伤 绝了身影 并要上吊自杀 不想军中 除了王凯和张杰两个异形外 又冒出一个 不要命的指挥师 名曰王吉 王吉让左右 看管住宋永辰 怒道 中官想死还不容易 先看看我王吉 能不能战胜贼人 若是不胜 已再自杀不完 王吉本就是与张杰 齐名的先登勇将 如今带着索部兵马 只图西夏军战阵 一箭射出 震战一军大将 西夏军由此军事大溃 被斩首186级 相互践踏死者 不下数千 被宋军驱赶 追而而死者 更有上万 兔毛川一战 大获全身 众人来到福州 福州也正被李元昊围攻 福州城内 六千军民 接九席战法 正在舍家主将 舍继敏的带领下 抗击西夏军 那一年 舍继敏才20岁 以颇具名将之姿 李元昊虽然来世凶猛 但福州这边 除了舍家将和王凯张杰 两方军队 攻卫福州外 更得到了一位老将的支持 位置三亚管军的速将 高继轩 连夜率军 持援福州 高继轩的父亲 乃是支持扣准 发动缠缘之战的名将 高琼 他的哥哥高继轩 能在寒光岭之战 比较少甚多 大破辽军 五万人 浩约神将 高继轩本人 也是计谋百出 他先夜前勇士 夜袭西夏军役 又招募当地 清面乡军 两千人 作为清边军 交给王凯同帅 二将同身 再与数万夏军 斩于三松岭 清边军奋勇杀敌 大破敌军 斩首千余几 西夏军 向后践踏而死者 不可慎计 张杰曾经受风于 舍继敏麾下 三川口之战时 跟着舍继敏 一起栖息了西夏后方 如今见到辅州城 战况紧急 同样投入战团 集战之中 再次脸部中剑 身背三创 但终于配合舍继敏 将西夏军击退 西夏军损失一千余人 截了辅州之围 还要接着去分州 然而众人尚未到达 分州城已经沦陷 镇守分州的大将王于庆 与分州王氏一族 遭到毁灭性打击 李渊昊大肆屠城截掠 严重破坏了分州产跟机 李渊昊连连受挫 好不容易在河东立下据点 便接着派遣龙州太守 也不宜守柜 囤住琉璃堡 分裂三寨以守 再次分兵攻打 灵州和福州 张杰瑟数度出击 杀退下军 俘获万计 仍然于世无辜 也不宜守柜 凭借下军人数优势 同样在河东一带 修建碉堡 西夏已然在河东边地 形成了威势 到处都遍布着西夏人的游记 超略两道 中原对灵府二州的支援 几乎断绝 朝中不少大臣 建议放弃灵府二州 收缩防线 遭到了仁宗的拒绝 送仁宗免去了 懦弱无能的康德鱼 在灵府前线的职务 重新安排了一个人事任命 空降到了河东前线 到处都是西贼 灵州那边也断了联系 也不知道 俺们还能数多久 少说丧气话 你看那边有人 来 来者何人 无奈并带都前霞 关沟陵府 金马市 张炕 张炕 张公寿 山东河泽人 他们家虽然家事不鲜 却在张炕这一带 养出了两个兄弟进食 即张炕和他的哥哥张奎 与做到代志级别重臣的哥哥不同 张炕的文官之路 蹉跎得多 毕竟那年头官多周少 张炕在官场玄海中 磨历十多年 也才做到了正气品的 横田园外郎 多得在阵容军通判任上时 表现出了过人的军政能力 被仁宗看重 大笔一挥 从文官改任务有之 如今河东一带 占据纷乱 到处都是西夏人的游骑兵 张炕已区区书省 竟敢单济 升入前线 冒险赴人 以至于守城士兵 都不敢相信他的身份 直到他出示抚牌 才打开城门 进入城中后 张炕了解到 辅州灵州一带缺水 如今困守孤城多日 城中一杯水 你能卖到黄金一两的价格 因为战争的爆发 这河东路西北部 一下子涌进来 使得玩西夏干犯人 宋夏两拨人 当然是剑拔奴章 都猫着山地里 那些水源和秋梁 当时秋梁尚未分收 夏军想着自己人多 拿捏得住 也没收割 但水源这边 一直是看得炎炎的 宋金本就人少 边疆手上权力有限 便很难组织攻势 争夺资源 偏偏张炕的等级 刚够主管 林府一带军士 他除了富有谋略外 还有个神级技能 散尽家产 收买人心 直到人数比不过下军 就种上身边人 挖掘福州地头蛇 然后让他们带路 在军队护送下 暗中出城 砍发树木 收集建水 所谓悄悄地干活 打墙都不要 西夏人前一晚还觉得 优势在无 没几天就进去福州附近 掀起了东盛堡 监城堡 安定堡 几个宝斋 宋金已然各自分兵驻守 更为城池和水源 两边资源争夺战 搞了一阵子 终于快到秋收的季节 张康决定收集资源 达东林府之间的两道 盘夥整个局 可是宋军多次失利 军心不稳 各种下次一定 并学聪明的张康 便又挽起了四颗信条 派遣军中勇武之人 定期外出埋伏 截杀下军 拿着敌人的手机回来邀赏 张康在当中 为他们穿上锦袍 以表彰功绩 所谓人活着 就是为了换皮肤 三军将士 被激起了功名心 大呼着 也要建功立业 得到更多的一剑三连 正巧 当时粮食也到了秋收的季节 张杰事实自高奋勇 便在张康的命令下 带着九百雇族 护送百姓 前去收割墙 果然在龙门川一带 遇到相互独心的 西夏大主 一通激战 巴萨卡之际的张杰 再次大败西夏 林海 成功收割 拔皮龙食 看着满赞而归的粮食 而正奋了军心 张康明白 是时候搞事了 他再次干起来 刺客信条的劳逸呢 派间谍侦查西夏军 重要的军事据点 琉璃堡 正碰上堡内西夏军官 在占卜搞媒信活动 占卜提示宋军 会在明天来袭 小多多防备 不料下军军官却认为 哈尔都是懦夫 只会把头锁在两膝之间 哪里敢来齐袭 这话侮辱性极大 伤害也很大 当然这个伤害 不是对宋军 而是对西夏军 张康了解了情况后 料定夏军 交兵无备 连夜发动气息 果然效果拔拳 打破夏军 也不宜守柜 率领参军 仓皇出逃 张康一举收复刘李宝 然后又在府州北面防线 修建宣威战 宋夏军塔防队A 不亦乐乎 将领刘李宝 遏止了西夏军 进犯府州的兵士 张康展开第二步计划 勤率3000人运输物资 达通林府之间的两刀 李元浩感知到了张康的威胁 林王派数万军队 急持百字寨 截杀张康 对方数万战兵 几方3000运输队 怎么想都没法打 士气兵临绝望 张康区区借书身 却不惧反怒 大声激励三军演道 我们已经身陷死地 前进冲杀 尚有生机 不然 必定竟为贼人所图 三千士族 被他言语干扰 燃起战役 战脚天公赏脸 刮起大风 张康逝时指挥军队 顺风突进 将西夏军打得大百 战施六百余级 夺马千余批 林府之间的通道 至此恢复 恢复了林州 与辅州之间的联系后 张康又进一步 在宣威寨以北 修复剑宁宝 当然剑宁宝只是第一个 后面还有四座宝寨 加入了开发套餐 这已经是站在 李元浩脸上 挑新宝党的 西夏再次调集大军 意图拆除北宋势力的 违章建筑 张康可不比刘平和任府 那两位投铁 逮着点军功 就脑袋进羊肉泡沫 张康可是散尽家财 收买军心的主 讲究的 就是个对世俗 假装没有欲望 张康亲自率军 勾引敌人 一路把西夏军 带到了御设的战场 那个让西夏军 充满回忆的地方 兔毛川 上次西夏军 想要飞龙起脸 却被王凯 王吉 和张杰三个异形 在这里打得惨败 这次听说 张康身边的万圣军 都只是在东京城 长不得无赖子弟 但是信心大增 觉得自己又可以了 同样是无赖流氓 这京城特产万圣军的口碑 比起辅州的清边军 实在差太多 只能说禅元之战后 内地日子太踏实 就连流氓的肉质 都不Q弹了 西夏军也不管张康 是不是有诈 看着那面万圣军军旗 乌鸦一片 就是冲上前 蒸蒸虐菜 东京城特供流氓 没想到这批流氓 出奇的能耐 不但捏不了菜 还隐隐有一种 反过来被压的刺激感 终于有夏军君族 救出未来 这根本不是东京流氓 这分明是西军精锐 武艺军 是的 新包装 本就可为 家量不家家 张康区区书身 立抗西夏大跟猛攻 也不心慌 因为他明白 林军已然勿问 张康另起一挥 传令至山后 正有一个满脸疤痕的猛男 带着早已埋伏在他的数千弓弩手 蜂拥而出 带着西夏军 就是一顿暴舌 这熟悉的满身伤疤 熟悉的粗暴猛烈 不是张杰 还是谁 前方胡义军 假装万身军 欺骗感情 后方张杰 伏兵四起 连连送惊喜 西夏军 像来习惯了算计别人 难得被人算计一次 断时破防 全军奔退 第二次图毛川之战 张康大神西夏军 斩首两千余几 趁此大胜之势 张康又在一月间 连续修建 清赛 百胜 忠侯 建宁 正川五宝 不但完全清理了西夏军 在福州 灵州一带的残余军力 更彻底断绝了 李元浩再次南下的机会 李元浩无奈地撤回了所有军队 逐步退回国内 谁都没想到 在李元浩战立分舟之际 竟然会有这么一个书身 丹记深入险境 整合所有的河东军力 只在短短的一年内 便让李元浩的河东战略彻底破产 清理二年年初 宋将王仲宝 以敌亲二人 攻破金汤城 顺势北上 包围了李元浩老祖宗 头把司公的伐家之地 幼州 大略有仪役 引李元浩重兵回援 清理二年八月 西夏军两万余人 再为清赛宝 王凯率军出战 双方转战四十里 夏军再次大败 至佳佑年间 宋军收复分舟 西夏再南东径 明末时 曾有一个叫齐城的人 编撰了一本名为 宋西施案的书 相以范中烟 韩齐 张抗 乃至河东诸将等人的 事迹 古武士人 对抗后京的决心 这本书到了清代时 自然成为了禁书 而在民国 同样是内忧外患 许多民国学者 苦以报国无门 又担心被军阀针对 便玩弄影射史学 用宋朝比喻民国 以表达他们 对时政的抨击 于是宋夏战争 又只剩下了耻辱 张抗等人从此也不显于宋夏战士 不得不说 不管在明朝还是民国 历史总是受到政治的影响 中国的宋史研究 直到新中国建立后 才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新中国的史学研究 又缺少文学作品 和影视作品传播论点 到头来社会上 人不少人 只觉得民国大事了不起 却不知新中国历史学的跨时代发展 话归宋代 张抗七人 作为串联起整个河东战局的关键人物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 还是收获了极高的评价 他与张杰 王凯 高继宣 蛇继敏 王级等这样的抗战 给予了李元昊 沉重的打击 让他东径开疆的战略意图 再次破产 河东附定的百姓 也得以免遭战火 元朝宰相托托 在编传宋史张抗传史 便不禁感叹道 张抗起炉身 小涛掠 琉璃宝 兔毛川之劫 梁快人意 区区书生 功名如此 何其壮哉 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和关注